在高风险,高危险,高难度,不可急,不可逆,不可达,不可触及的场景下 我们提前为客户构造了一个虚拟的空间 让我们反复练习,不断试错 这就是我们用XR技术为客户提供的最大价值 这几年,我们与G60客户走廊一同成长 让我完全认同G60这个非凡的灿烂 按照AI智能程度可分为弱和强两类人工智能 而强人工智能则在多个领域都会超越人类 具有普世性和通用性,能优化生产力和拓展应用领域 对城市化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苹果Apple Vision Pro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无缝衔接 让我窥见了XR行业充满光明 令人振奋的未来之景 我决定将公司的战略进一步升级 我们把世界带到你眼前 大模型时代的到来 让行业生态链打通成为可能 在虚拟现实领域,内容生态的建立 应用领域的爆发重要原因在于技术本身不断创新 行业生态不断提升 99次演练加一次实战 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这些岗位的人员安全 我们已经将业务拓展到了教育 应急演练等众多特殊场景的预训练中 比如我们复杂场景的火灾演习 你不可能让刚入行的消防战术直接上 而是要在虚拟的场景中反复训练 XR相当于为我们提前构筑了一个虚拟的空间 让我们反复练习不断的试错 任何新技术一定要匹配真实的需求才会有市场 要找到甘虚 这既是对企业发展负责 也是对新技术本身负责 在我看来 随着AI技术的引路 结合XR快速构建训练场景 大规模并行训练的优势 人工智能将在元宇宙中迅速成长 经过多年摸索 如今曼横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为中国三飞四飞中心 提供虚拟现实的模拟飞行系统 对飞机飞行的参数进行监控分析 确保飞机在预飞和实际飞行中 相关参数的准确和正常 为国产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 提供坚实的数据保障 不同于传统VR设备佩戴后 只能借助设备外部摄像头 观察周围环境 全彩透视背后的技术相当先进 过去虚拟现实领域未能大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于内容生态无法建立 但是眼前随着AI技术迅速发展 整个行业的发展将迎来新的思路 元宇宙的新诠释 XR行业未来以来 全面拥抱新技术 新硬件 融入自身的开发和应用中 我们一直在强调 要全面拥抱AI加XR 因为我相信这会是未来 到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带电的社会 都可以通过AI加XR进行智能化训练 而这将深刻改变和影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作为在G60发展的一家科技企业 我们一路的成长 得到G60的大力扶持跟帮助 我们也感受到整个G60有浓浓的科技氛围 我们点连成线 线连成面 大家一起共同发展 我们已经打开大门 在曼世界等你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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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